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播出的第七期歌手热度持续飙升 腾格尔的补位给这个舞台带来了草原风 高龄歌手实力与活力完全不输年轻人 华晨宇第一个登场 一曲自己的《我管你》不仅然到舞台获得第三次冠军 更表达了新一代年轻人的音乐态度与新审美 汪峰的《残缺歌名》的歌曲《摇滚饭十足》 用嘶牙嗓音唱出心中青春的甘甜与苦涩 结尾有下期歌单 上一期最大的亮点莫过于腾格尔的补位 作为全新的补位歌手 他带来了自己最惯为人知的歌曲天堂 来表达对家乡的热爱与歌颂 腾格尔 此前天堂这首歌曲 由于腾格尔的独特唱法与特点 都在模仿秀或者娱乐搞笑节目中出现 不得不说这首歌已经被大家玩坏了 我们早已忘记了这首歌的真面目 但是这次腾格尔的动情演唱 获得网友好评如潮 这绝对是我听过最好的一版天堂 腾格尔的天堂好到离谱 听得人头皮发麻 听完歌竟然又一股想去草原走一遭的冲动 腾格尔 腾格尔能来歌手这个节目也是一波三折 洪涛总导演从第一季就开始找邀请他 但是腾格尔一直是拒绝的 他的理由很多人想不到 竟然是怕影响节目的收视率 腾格尔 不过腾格尔最后还是被导演的诚心打动了 最终同意来参加比赛 不得不说对于一位58岁的老艺术家能放下身段 来一个年轻人统治的舞台进行比赛 这种敬业精神实在让人可敬 腾格尔 腾格尔高水准完成了天堂这首歌 一张口就掌声无数 其淳朴富有岁月感的嗓音与宝涵 对家乡的怀念之情让人非常感动 不仅观众纷纷落泪 节时节的音乐和货人集结也是潸然泪下 华晨宇 节目中 拿下参赛以来第三个州冠军荣耀的华晨宇 为观众呈现了绝佳的事 听双重享受 一首《我管你》不仅表达了他独具一个的音乐思想 也透露出90后对于音乐的全新审美 而由他道出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独特 但当真正独特的东西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人们是不愿意去接受它的 这一论调更是引起了网络激烈讨论 在流量社会仍能保持这样清醒的认知 华晨宇必须夸 真正独特的东西需要真正独特的推介者 这实在是太适合华晨宇了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场宣布排名之后 下期的踢馆歌手也提前曝光 他就是霍尊 霍尊当时一曲《卷珠连浩评如潮》 一举拿下中国好歌曲冠军 并带着这首歌登上了春晚 实力不容小事 其特色的中国风更是这个舞台上缺少的 它的到来让网民们非常期待 由于下周舞元宵节 所以下周会停播一期 大家不要忘了哟 第八期歌单 1.汪峰在人间 2.JesseJ Let It's Geo 3.张韩寒不想让你知道 4.华晨宇回不去了 5.腾格尔苍浪之歌 6.李全八月照相馆 7.KZ Love Me Like You Do 8.霍尊 感谢你这么好看 还关注我 东娱乐 叮咚一下 娱乐到手 如果你喜欢我的文章的 就请多多关注转发评论吧 每天都会有更新哟 请多多关注我 邱格尔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